今天老妈来帮小姨做发糕 发糕是我们这边酒席上必吃的点心 不仅寓意好,味道也好 不爱吃甜食的我也能吃两大块 妈今天的这个配方和做法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酒席上要用,所以要做好几笼,量比较大 所以我会把家庭版的小份配方放在屏幕上分享给你们 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了以后 少量多次的加水 把面糊调到这种状态 看起来比酸奶浓稠一些 然后盖上盖子让它发酵一下 这个是我们一伙蒸发糕要用的荷叶 用开水给它泡软 然后垫在这个蒸笼上面 这个就比较透气 而且一伙面糊也不会流下去 我庆这两天天气刚好有点热 发糕很快就发好了 要给它搅拌一下排气 排完气了以后这个液体重新又变小了 然后就均匀的给它分配到我们的蒸笼上 今天一共蒸了三笼 为了让它蒸的时候蒸汽可以上去 蒸笼边上要用东西给它隔一下 这是玉米杆子 也可以用萝卜给它削成条 然后就可以直接上过去蒸咯 我们量比较大 这个要等它上汽了以后 还要再蒸个45分钟 如果是家庭版本的话 差不多上汽以后蒸20分钟就可以了 哇 好香呀 出锅啦 蒸完以后的发糕要架空让它晾凉 酒席上用表示喜庆 可以用八角揽上一些颜色 当然蒸的时候也可以放自己喜欢的红枣 或者其它果干 切一笼卖相不太好的尝一尝味道 其它比较好的要留着酒席用 暖暖的 痰痰的 但又不是很甜 味道刚刚好 因为是表妹乔迁之喜 所以小鱼又给她准备了一些新房子要用的东西 这个洗蛋是放在外年轻上面的 这个是蒸饭用的蒸筒 里面放米饭 上面要做一棵摇钱树 还有这个是芝麻杆子 肯定也是代表了某种比较好的寓意吧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乔迁新居的一个风暑 你们那边有什么风暑呢 我们下期待